今天我们看到安德尔跟韦韦 达到一个苏宁的中野 应该说安德尔这名选手 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其实很多人羡慕苏宁 你看这苏宁的替补中野 都这么有实力 而且你想想看之前的话 不管是奈特 奈特 安德尔就两个新人王 都是在苏宁有一个中路的登场 是的 然后在方普拉斯来说 有一点比较期待的是他们的中野 因为之前解说方普拉斯比赛 都一直带着小天一起做事 他们的中野效率是非常高的 对 今天感觉苏宁派上安德尔跟韦韦 两名选手 今天好像对DoinB有点想法 我觉得是有想法 对吧 这个你突然在这种关键时刻 派上你的这种杀手锏了 有点那种感觉 来了 我们看到今天的中野 对阵的是在之前的比赛 已经无数次被印证的 方普拉斯的DoinB加上小天 那这个对抗我觉得是一个大招 这个韦韦 这种那种意思呢 说实话不是那么好杀 有点难 不是那么好杀 来了 以后加特如果能背回来的话 看见没结果闪现背 漂亮 有了感觉 这边进攻的话很尴尬 又被减速到 感觉进过这边 要交TP 这边是来的谁的TP 阿哈利的 但阿哈利这个TP 可能要做无用功了呀 赶紧交侠阵溜吧 哎呀 这一波把上中的节奏给搞得一点崩啊 而且他觉得很稳 因为自己的草里有个破罗 然后河道又有眼 所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打得真绍兴不在啊 因为你这个上中也厉害 是肇兴厉害 你看来了 这主动求战 永远主动求战 嗯 这波有了 只要赵兴在啊 这个就很厉害 这小天必须得在场 哎 其实苏宁刚才有一点没想明白 就是他们拿到便宜之后啊 嗯 就该溜就溜 对吧 比较有意思一点 我今天看那个堆密 他直播还跟那个hacker玩呢 我在想这两个人在 摸对方的套路 没想到hacker今天没上场 哈哈哈哈 白玩了 这堆密觉得 哎 我跟hacker对吧 排一手 排一手 双排一手 然后hacker各种说 哎呀我们今天战术怎么怎么样 结果发现对面那个不是他 哈哈 hacker 有点瘾感觉 哈哈哈哈 哎 这波过来蹲了 但是一个全技能的左翼 还有个护盾 这个 感觉挺难杀的 哎 这波应该要逼技能了 要逼了个技能 我这赵姓出击是真猛啊 这赵姓在从着这个就不讲道理的 真猛啊 捅谁谁死 必捅出来 看下阿卡丽 哦 卡斯克这边五级找五级 看到了应该是过去拼下成 这一波的话左边有优势 因为塔姆在 哎呀 成绩没成绩 没了没了 小天这波是必死的 大招给的 哎呦 狼行 这里 韦韦帮狼行打了个弓 就在被压塔下 塔皮还要被吃 而且老贼这种就大招有了就拉 然后用Q技能去刷新 直接慢慢来 哎呦 这意义不大呀 斯宝尔得进去 但是往后吐一下就行了 哎 直接给大招 这一波打得过吗 没有人的话 有点打不过的 这真的能打过吗 这一波如果说没有人来支援 他们肯定是打不过的 还比输了一个治疗 不过这边点燃也交了 小天来喽 这一波的话 但是斯宝尔得 还是有技能的呀 不好杀 老贼现在蓝量不是很多 这边是吃了你一个 都不下黑 那是不是卡斯克可以放 放下五级锋了呀 不 狼行这边直接打先手了 这边在这打 你看小天被秒了 小天直接被秒掉 这边还铁红吃了进来 舍舍这边胃口很大呀 那这一波白交一个秒表呀 秒表白交了呀兄弟 完了 现在卡斯克有点肥 三个人头开车 直接下路 这一下节奏全来了 林伟祥 这过来想硬打 给到一个TP1 再走哎 但这波会不会有问题 林伟祥这边 很灵活 哎这边卡上 两个小线 拉开剧烟 打到了 每个这边是拿到一个终结 这边还有 好 苏妮想一口气吃着个胖子 但是这波 反而被林伟祥秀了 因为左右边是一个双TP 肚子吃炸了 这真的吃炸了 这是没想到的啊 刚才是剑魔和阿卡丽 同时双TP下来 这个双TP要了 亲命了 是的 而且关键是安德 他有个炮打空了以后 完全丧失战动力了 哎 我说刚才最好的选择 我觉得还是应该 瞎狗先锋撞中路 把中塔拔掉 他们就是 就是胃口太大了 太真的胃口太大了 他累啊 这样的话 刚才的优势全没了 上路这一波还敢来包 这两个战断有一伞 下路EZTP防御塔了 上下 上下两路同开花 怎么说 直接给大招 这两兄弟伤害 够了 够了够了 这招星太猛了 有红尘啊 好痛啊 招星捅 现在这个局面翻过来了 翻下了 你看 先看一下这一波 睡到小天 这波就感觉舌舌的胃口太大了 他吃完人之后 直接下路一波开车 说实话 刘兴祥这一波 他其实是可以往外站一点 就去挡左一那一下 然后赵兴可能还会有点 打人的机会 这一波开车真的是 上 开场 胃口太大了 对的 林伟强这一波选择很漂亮 直接W给到你 快来批你 然后站在自己队友的两个TP之下 你要往后撤 我R技能正好被移 然后剑某跟阿卡丽过来 就没我啥事了 阿卡丽一技能给到 直接上去收获600 这一波太爽了 但是下路 直接是招下路前锋 十四分钟之前 是撞掉了下路防御塔 所以 过来被偷一下 老贼这边 冰拳在手 方布拉斯终于 来了 标准节奏 当年我在RW怎么帮的我 今天我就要怎么治你 马哥 这里马哥 能不能回下来 马哥 哎呦 马哥这一波熟悉的节奏 但可惜 今非昔比已经不是队友了 之前应该是马哥是拿人头的那个 对 今天是给人头的 这一波讲道理 这个龙丢都不应该 如果方布拉斯控下这条龙的话 苏宁这把就很难受了 但是方布拉斯要决定直接动上 狼行 好像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那这波四人跃 他还有点反应 要倾线 这个是插翅也难逃了 各种大招逼出闪现 这四人太过分了 狼行 哎呦 撑到了最后一秒 还是挡不住 这一个大招 林米祥 哎呦 这个闪现的位置 这个闪现很快啊 一 马哥在Q级内是短了一寸 这个闪现有点帅啊 还想追吗 哦 他往左边那个死角闪现 真没想到 嗯 很精彩 哎一下 哇 这卡莎已经两件套了 哇 这剑魔真的是也不管不顾 直接过来打 这边直接交了一个TP 应该是落地 阿卡莉还是卡莎呢 但他们的阵容 阿卡莉 其实也抓不住人 但是GP下来也没硬控 没硬控 他可能是贪恋周路的兵线 但这一波可再出声了 另一位想 完了 哎呦 这一波 另一位想直接被秒掉 贪恋完兵线 贪恋精炎 可是个大人头啊 独一币这边不能死 但这边先打一波 韦韦 韦韦这边打出一个电行的效果 诶 韦韦很危险 跑不掉了 韦韦下来 差一次选 独一币 大人头被螳螂拿到 七百到手 两个人大龙可能要没了 呃 但他们只有打龙不快 可以打 但这个时候此时不打 更待合时 这里还不打 就实在是探点什么了 我们来看这一波 这一波对于两边来说 都很关键 打的速度还可以 螳螂的时候伤害有点高 现在是一个新鲜大龙啊 一个幼龙 但是剑魔 剑魔这个时候必须要做点什么了 攒一下Q 要来要来 这一波要看赵信的了 这边要进 诶 老师谁呢 赵信拿到大龙 韦韦这边残血 吃了一个探战大招 还好伤害不太够 秒掉他 脚天那边应该是要被带走了 但是 金弓跑掉了 把根留住 这个时候只要留根就行了 要吃人 金弓大招消失了 Oh my god 应该有根 应该有根 有根吗 卡莎应该有根 看卡莎有没有根啊 诶 完了 根没了 根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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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抢的也没抢啊 我看我看刚才赵信那个下去的时候 大龙是1100的血量 就感觉有了 呃 这一波打完 那到底是谁赚的 还是苏宁赚 还是苏宁小赚 因为你 你虽然说把这个大龙的钱拿 但你毕竟没有这个buff 对吧 先看一下抢龙的这一波 赵信就在上面 这个时候 诶 苏宁打了点乱 你发现没有 有人想继续抓那个泰坦 两个人继续抓泰坦 正面下来 配合剑魔 400血 哎呦 爬了 没出手就直接 但现在苏宁还是优势 这个大龙 我觉得他们也没必要着急 把这个心态稳一稳 简克闪现直接追 这个左翼追击战太厉害了 是的 小小时 踢在中路了吗 对啊 他踢在中路这个眼上了 手限去了吧 诶 狼行那边很骚 因为站着有个塔姆 闪现 但是这有塔姆 没有啊 除非你哥的是塔姆 要不然是完全不可能的 林伟祥过来 过来应杀塔姆逼一个闪现 呃 把闪现逼出来算是 不错的一个结局了 狼行 狼行这边要被捅 对于毕竟面带队要冲锋 韦威这边在侧 一刀 林伟祥 林伟祥被打一半血 韦威 这边这边可能要死了 交了一个一心弹 往后拉 狼行 扎回来了 斩杀了小天 但是伟伟也同在这边 两边带着一个护卦 不对啊 刚才这一波一直是在 中路不带的情况 现在是在中单来了 艾尔尔来了 经购这边还要打吗 经购这边可能要白交一个大了 这个复活起来 应该还是要被守施着 这边要强行拿这个火龙 这两兄弟硬打火龙 这一波苏妮还没想到 你别说这一波指挥挺漂亮 但是这一波其实 方普拉斯打得非常的勉强了 大龙怎么 大龙就有点难手了呀 对面回家补给以后 直接过来 这边还有留人 一炮没有打到 卡莎一级能出来以后 想要搬打 漂亮 电信打出来配合 点几秒了 这流轻松可能也是要死 身上刚好有一个科技枪啊 打出了最后一次的伤害 安卓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拿下一个double kill 然后在大龙处 队友已经要拿到这套大龙 这一波看他 看得太勉强了 说实话 方普拉斯是发现了这是个机会 因为左一第一时间不在 但是还是个问题 但是方普拉斯这个阵容 他们由于缺乏硬开 赵欣特别尴尬 这个时间点 过来想硬换一个 有没有机会 韦韦很凶啊 但是有塔姆 对面睡到了 那没了 谁过来都是原子弹伤害 是的 现在也不能说方普拉斯 完全没有机会 对 卡莎这边还有红buff EZ应该是没红的 正面开 夹住 算了 兄弟 这个恶加特不是闹着玩的呀 卡莎W到了后排 但是卡莎这个时候不能进场 这赶紧跑 勾过来一个怪物 快留 包括这个 如果说这个 左一出现一些失误啊 被秒 就这两个人吧 有一点点机会 其他人都不怕你勾 或不怕你秒 又是个假错 又是个假错 这一波还可以 但ED大招拉了四个人 这一波有点难 没有死了 还有个板架 卡莎金被秒了 美威进场 切后排 小天也是残血 小天那边反正打一波 没用啊 EZ的后排无压力输出 美威的后排 已经倒了一个翻江倒海 完了 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吸引了 卡莉的注意 这一波正面打了一波0.5 而且这一把的话 卡兹克对于后排 是搅了个天昏地暗 这一波首先 这个EZ大招打了满 打了四个 然后这个卡兹克进场无减 哎 这一波团阵打的真漂亮 太难打了 这阵容打的现在 真的太难了 他只有一个泰坦的勾 那勾的勾谁呢 都不怕你勾 而且你看厄加特 厄加特这一波在后面 还吸引了阿卡莉的一个仇恨 哎呦 这个厄加特这 来 恭喜苏尼 是1-0 这一盘确实 苏尼打的好啊 打的好 因为他们首先前期有优势 对吧 一波下路的月塔上头 送出了优势 但是他们又通过一波 大龙buff出的一个团战吧 那一波是零换五 虽然没抢到大龙 但是没关系 龙肿全灭了 对吧 但是这把MVP不好选 真的不好选 我觉得 除了蛇蛇这个比较 不容易那么出彩的塔姆 其他四个人感觉 都有拿MVP的可能 是的 而且我们看这个 这经济上面 其实方布拉斯全场比赛 唯一一次领先 最高才600多万千 他们需要有足够的主动性 这把MVP 果然是给了这个VV 是的 因为他这把团团打得 真是太好了 我只能说太好了 你这个喜欢词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玩团团 团团是我熟练度最高的英雄 但是我自己团团就玩得很菜 就玩不了他这种感觉 看我玩得好团团 其实真的挺厉害的 是的 而且他出的都是输出 他主要是一个螳螂 他有存在感 对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褒鱼词了 很多螳螂 他团量没什么存在感 就团量进去就死了 他这个螳螂 你别说有的时候虽然死了 但是还能把输出打足了 是的 那就有用 好嘛 这个赞是谁的 只为前行 不为前行 今天感觉 苏年这个拉拉队 各种各样的人 来的还是挺多的